积极灯会在日前闭幕 将近一个月的期间 强调以光影变化的灯会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积极镇长陈继衡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 虽然灯会参观人次并没有比往年增加 但消费方面却是让摊贩店家很有感 大家感谢公所排除万难举办灯会 让积极持续发展观光 从一月底就开幕的积极灯会 在日前闭幕 最后在积极火车站前的灯光秀 开始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让积极镇的假日夜景 增添了热闹气氛 附近摊霜表示 举办灯会观光效益非常好 有 差很多 生理鸡很好 这 灯光秀 做得很棒 我们大众爷的那儿 很美很美 非常有效的 不是有效而已 非常有效 非常有效 有人潮才有前潮 对 对 对啊 还是要办活动 今年大家的买气都不错啦 所以这个我们店家的反应都是正面的 但是可能难免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说人数上面有所下降 但是我们今年的整个灯会的这个开展比较早 那整个期间呢也比较长 所以即使不计我们最后的这个礼拜六日的人数呢 我们整体的这个参观的人数呢 大概是去年的两倍以上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模式呢 对于整个地方的观光效益呢 是帮助是非常大的 举办单会促进买气提升 让滩商店家很有感 应是积极镇公所很积极来规划今年度的各项活动 要多多吸引游客来到积极镇游玩消费 地球日的前后那个礼拜呢 我们这个草根音乐节 第五届草根音乐节呢 就会先来登场 然后隔一周之后呢 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举办的 这个品胶道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就是说 结合集集的香蕉跟火车的元素 然后把那个像茶席一样的概念呢 引入在品尝香蕉这样子 我们绿色隧道的观环境的部分呢 会持续展出到4月15号 所以说大家元宵的期间还是可以来积极来欣赏 我们美丽的这个绿色隧道的光环境 受到疫情影响 集集灯会的观光人数虽然不比广言较多 但丰富的农特产以及小吃美食 让游客都很愿意增加消费 集集镇公所也提醒乡亲 绿色隧道中的黄金隧道登景 会持续到4月中旬 欢迎游客开车前往参观 记者蔡徐奇 集集镇采访报导